山穿橘色長洋裝 戴著草帽 對著鏡頭哈哈大笑 她是廣達電腦創辦人 禮拜里的妻子何沙 現在恐怕笑不出來 遇上投資詐騙 嫌犯竟然還是自己的好閨蜜朱立安 就因為聽信閨蜜的話 以為基金穩賺不賠 一來一往投資金額高達5000萬元 經理追查朱立安在境外設置商公司 在邀請大家來投資 但他自己卻是用電腦人體小化 畫出假的這個投保綠圖 讓大家認為貨益很高吸引投資 但有小化家自己繪圖 九年來騙了超過四十多人 不乏所得將近五億元 被害人以為會錢到國外投資買基金 但收賬戶頭根本就在台灣 全進到朱立安的口袋 朱立安設計假基金 宣稱投資機器人雲端大數據 由於都是創新科技領域 不少企業富商被騙 就連名作家鄭峰喜的妻子 甚至是政府官員親戚都上當 朱立安日前被檢警約談後遭到收押 監犯二十號一炸氣等罪嫌 起訴他和其他兩名共犯 但朱立安否認犯案態度不佳 請求法院從中量刑 這次上議員的不乏所得 遲遲沒有找到 檢警研判他全會到海外藏匿洗錢 TV的新聞講莫理家人漫 台北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